物理学中的振动被秦宫演绎成优雅的乐音 脆弱的鸡蛋在压强的加持下成为杂技表演的道具 液体的表面张力启发了水立方的独特设计 常见的物理规律、优雅的生活与艺术 本期读书让优雅的物理带您探索日常生活中物理的美丽 读本好书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段淳 如果您去现场听过交响乐的话 可能会对乐团里边的提琴家族产生印象 小提琴的优雅 中提琴的后世 大提琴的低沉 哎呀 声音流淌而出啊 让人如痴如醉 但是如果有人跟您说 让这些提琴发出美妙琴音的不是音乐家们的妙手 而是物理 您能理解吗 在这本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优雅的物理当中 就从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 解读出了物理的奥妙之处 而且让我们感受到了物理的优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历ホ 单 继续组组织 这个杂技表演当中啊 也离不开物理 您看咱们中文里有个词 叫如履搏冰 说这人走在冰面上 战战兢兢的状态 这种状态说法语 叫做在鸡蛋上行走 一不留神咔嚓 鸡蛋就碎了 但是这本书里 就通过实验告诉我们 站在鸡蛋上行走 完全可以不用战战兢兢 如履搏冰 也可以从容不迫 也可以优雅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物理学家的眼中 鸡蛋它这个椭圆形 有个很优雅的外形 拱形外壳会把压力 分散到整个鸡蛋壳上 目前的记录是 一个鸡蛋可以承受 100千克的重量 您可以回家试一试 有没有可能您把这鸡蛋 光拿手就给它捏碎了 其实有相当的难度 或者您也可以试试 拿两盒鸡蛋壳 两个放在平地上 把脚缓慢地平放在鸡蛋之上 估计您站在鸡蛋上的时候 家人就担心 哎呀你别把这鸡蛋踩碎了 我还得擦地 没有这样的尴尬跟难堪 有物理学的知识跟原理支撑着您 您一定可以站在这12个鸡蛋上 所以您看 别人觉得得战战兢兢如履搏冰 其实有了物理的支持 我们就可以进行优雅的表演衣服 最后呢 优雅的物理这本书里 也介绍了很多世界文明的地标性建筑 让我们在欣赏世界著名建筑的同时 感受到在这个建筑设计当中 哦 它也有物理 您比如说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最早19世纪呢 当时有人觉得这个很丑陋 您想想啊 三百多米高的一个铁骨架 为什么当时没有人说 把它上面铺满呢 因为当时的设计师埃菲尔 不光是个优秀的建筑师 更是空气动力学的专家 埃菲尔本人就解释 说这么高的一个塔啊 这种高度的情况下 风是建筑物的首要敌人 埃菲尔铁塔的外观 正是最大程度上 能够与风形成对抗 从而保证自己的稳固 正所谓啊 叫高处不胜寒 越高的建筑 越需要跟风相抗衡 再比如说 书中介绍了 珍珠项链 美丽的悬链线 一串珍珠项链 它由于物理学的作用 会呈现出一条几何的线条 这个弧线 如果是一个漂亮的女世代 颈部的线条也很优雅 二者能够完美的结合 那么这种悬链线的设计 被广泛应用到 铁路啊 缆车索道啊 吊桥啊 很多建筑 您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美国有个金门大桥 作为世界上 曾经最长的吊桥 金门大桥两边 塔桥之间的距离 一千两百多米 那么为什么要有 这么高的桥塔呢 作者的书中呢 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 来解释这个问题 拿一个带瓣的物体 把杯子或者水壶 把这个把手穿进一米长的细绳 细绳的两端呢 分别系在放倒的椅子的两条腿上 那么拉这个绳 这个时候 你要想从地面上 把这个东西提起来 用不大的力量就可以 但是随着物体上升 这个绳越振越平 这是说咱们老百姓的俗话啊 物理学上讲就 绳子本身趋于水平 拉力则必须得增大 所以如果细绳系在更高处 它就更容易承重 也就是说呢 更高的桥塔 可以减少作用在缆绳上的拉力 桥塔越高 支撑桥面的力量就越小 刚才说的呢 是两个国外的地标性建筑 那其实咱们中国呀 也有地标性的建筑 被收录在这本优雅的物理当中 2008年 大伙都知道 北京奥运会 其中有个场馆 那水立方很有名气 那么您观察过吗 水立方的外观猛一看起来 一个四方的建筑 好像是很多的泡沫 那么这个泡沫之间出现了120度的角 这个角度不是随便说的 水立方外部的那个气枕呢 它模拟出的正是最优结构的泡沫 符合物理规律 而且根据物理学家的观测呢 日常生活当中的泡沫结构 确实是存在规律的 在这本书里写了 泡沫的每条棱连接三个面 两两之间形成120度角 这个几何规律 就是表面张力造成的结果 气泡体积一定的条件下 表面张力会使得泡沫之间的接触面积最小 这种特殊的棱结构 也是干泡沫富有弹性的原因 您看这就叫什么呀 内行看门道 那个外行看的 它都是热闹 地标性的建筑外观 在物理学家看来 哦 它果然是优雅的 契合了世界运转的规则跟原理 优雅的物理 这本书是四位法国物理学家执笔而成 荣获了法国科学图书奖 法国罗贝瓦尔大众图书奖 和法国科学品味奖 他们一共通过35个轻松物理审美课 35个易于操作的趣味小实验 200多幅珍贵的高清美图 肥皂泡 废纸团 生菜印 碎瓷片 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东西 他们都能给你讲出一些物理学的原理 读完这本书 你会发现生活本身的美丽 正如自然物理杂志对 《优雅的物理》这本书的推荐语 推荐语说 物理学关注的并不只是头顶璀璨的群星 还有我们身边看似所谢 实则优雅的日常 作者希望用这本书能带着您打开物理学的大门 感受他们眼中物理的优雅 就像书里的前言所说 优雅的物理的编写 源于碎裂流动为主题的大型展览 因此作为科学节和其他科普活动的忠实参与者 我们坚持要在每章最后补充一个带图式的小实验 如果您看完了这本《优雅的物理》 哪怕说我没记住书里边什么知识点 但是呢 只要用审美的角度来看到这个世界 您就会发现 世界当中的确是处处都有美的角度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断纯再会